華為正式推出了第二代的摺疊螢幕手機 華為 Mate XS 整體來說 在外觀設計上 跟前代的 Mate X 可以說幾乎一致 硬體上也更像是常態性的小升級 不過邦尼認為 這些微小的改善 能夠讓 Mate XS 在使用上更加可靠穩定不少 怎麼說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在設計上 Mate XS 採用的是螢幕被貼背的外摺疊螢幕解決方案 華為稱為音異式的摺疊設計 這次的重點會落在華為重新設計的腳面結構 有了上一代 Mate X 展開不完全 會下垂的先例之後 華為敘述全新的腳鏈 在展開時更加順暢 靜止時則是更加穩固 折疊起來的厚度 跟上一代一樣是11mm 外觀上跟上一代明顯可見的差異 會落在轉軸處 多了一個橢圓形的轉軸機構 而在表面材質上 一樣是塑膠片 所以在使用 Mate XS 甚至是攜帶時 還是必須更加留意表面刮傷的問題 而在折疊機當中 最重要的螢幕配置上 Mate XS 跟上一代 Mate X 搭載一致的螢幕尺寸 折疊時正面搭載19.5.9 6.6 吋的螢幕 背面則是一塊 6.38 吋 25.9 的螢幕 在展開後 就是一塊 8 吋的顯示器 此外 為了讓 8 吋的大螢幕 能夠更有效提升生產力 Mate XS 也加入了跟 iPadOS 或是 Galaxy Fold 相近的測滑應用程式選單 讓 App 能夠更簡單的在螢幕上進行多工處理 相機部分 Mate XS 一樣將相機模組整合在最右側的手柄上 用正面螢幕時 相機就是後製鏡頭 用背面螢幕時 相機就能進行自拍 而在相機規格上 一樣是搭載四鏡頭模組 由上到下分別是 F1.8 4000 萬像素超感光鏡頭 接著是 F2.4 800 萬畫素 3 倍光學長家鏡頭 F2.2 1600 萬畫素超廣角鏡頭 以及最厚的 TUF 景深鏡頭 效能部分 華為 Mate XS 搭載其奈米EUV 製程的自家麒麟 990 5G SoC 配置 8GB 的 RAM 以及 512GB 的 ROM 續航部分 一樣是採用雙電池模組 組成 4500mAh 快充上一樣是華為 55W 超級快充 生物特徵辨識上 則是支援側邊實體指紋辨識 整體來說 華為 Mate XS 就是常規升級 讓規格都更加符合新一代旗艦的配置 但最重要的是 折叠機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轉軸的機構強度 華為在 Mate XS 加入的全新轉軸設計 或許能夠在量產計畫跟可靠性 都獲得不少提升 售價部分 Mate XS 換算起來比 Mate X 上賞了一些 來到 2499 歐元 落在 8 萬以上 大約新台幣 8 萬二左右 而在發表會上的另一個亮點 就是華為宣布推出全新的應用商店平台 App Gallery 打造更符合各地使用者的 HMS 生態 就看後續是否有相關推展囉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也別忘了右上角 對華為 Mate XS 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 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t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Virre 곳員 Virre area Vi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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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Vir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